现在这是我素颜的皮肤状态 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痘印 不过脸都平了 太丑了 看不下去了 马上去化个妆 等下见 Hello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是妈妈 我是Aaron 今天Aaron有一点状况 他刚刚去拔了两颗 然后现在整个脸就肿了跟猪头 因为头发挡出了 而且说不出话来 所以今天可能就我讲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我们谢谢Aaron刚刚购入了新的相机 我们终于就是不糊了 终于你可以今天美美的了 终于是我们正常的样子了 这一期我们想讲一下 就是我的一个战斗的经历 因为大家可以现在看一下我的皮肤 虽然这个相机有一点美颜的效果 但是就我现在几乎是没有痘痘的状况 有一点点痘印 但是曾经我的脸 就是我见过那么多长痘痘的 我觉得真的觉得没有人可以跟我compete的 我其实从小就是那种混油皮 就是那种一长痘痘的嘛 但是在美国读本科的时候 我大三的时候 可能我觉得是我那个房子的风水问题 因为我和我室友都突然就开始长痘 而且是那种一天长十颗一天长十颗 就爆了我们都觉得是那个水有问题 然后当时整张脸到时候我贴图给大家看 那个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恐怖的 那个照片是吧 然后我就想讲一下当时我是怎么样 从那样的痘痘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当时就是在美国就是突然就是每天长十多颗很怕 我就去看了校医嘛 美国的医生就让你去看 专门去看皮肤科的医生要等 就refer过去的话大概要等三到五个月 我那个时候我都觉得我可以去自杀了 长成这个样子 然后医生就说那就我就只能给你开抗生素 我可能就吃了半个月的抗生素 吃抗生素的时候脸就不会再长痘痘了 然后你也不敢一直吃 而且后来我一停药又开始猛涨 所以我就觉得吃西药根本就是 就治标不治本这样 后来我就当时就回国了 回国正好下一学期要去英国 我当时就是一个寒假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回国就先去看了中医 然后就那是个传说中的神医嘛 然后当时看了以后吃了可能一个星期中药 完全没有任何效果 我就特别着急 然后就去各种看皮炎索啊 然后就是又看西医啊 西医也是给我开那种抗生素 最后是非常巧 就是我经过我从皮炎索出来 突然有一个人 他就拉着我就是我的脸上的痘痘 我们可以帮你治好这样子 然后结果我就看了一个是个非常破的一个 叫瑶芳青年的一个小裤子 其实他就是就帮你挤痘痘这样子的一个垫 他的过程就是给你用那个湿器针脸 然后针了脸以后 帮你先把你的一些毛孔里面的那些脂肪粒 或者脏东西给你用一个小管给你吸出来 吸出来以后他再帮你挤 他挤的时候是四棱柱的那种很粗的针 他是先给你搓一下 然后再用手给你挤 然后就给你挤的就是挤到那个浓血全部出来 就反正挤得非常的干净 因为我痘痘本来就是很疼的那种痘痘 我就真的我躺在那里就是全场焦点 没挤口就 就疯狂的这样 然后我在那挤的时候 周围一般都是一群病友 我是最严重的一个 全部都在看着我挤 有时候那浓血 就真可怕你知道吗 但是当时我就想的是 因为很多人网上不是先说的是 痘痘千万不能手劲不能挤吗 但是后来我真的就总结出来 痘痘一定要挤 但是你不能就是去随便乱挤 就有些美容院 他给你真清 我觉得清得不干净 当时可能只剩半个月要去英国了嘛 我就大概是隔一天或两天去挤一次 最后去英国之前就脸都就平了 全是雪疤 他那个地方就挤得很干净 他是给你promise 就是你挤过的那个地方就绝对不会再长了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长痘痘 是你挤了以后 然后你那个痘根没有除干净 然后就是他又在同一个地方发炎 然后再长出来这样 当时就是把我脸上可能几十颗到一百颗痘痘 全部给我挤完了 就整张脸是平的 然后那样子我就去了英国了 因为我脸好了 我推荐过可能至少五到十个人去 大家的脸百分之百成功力全部好了 就是去的是 有一个叫苗芳青年 一个叫瑶芳青年 他们两个的手法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产品不一样嘛 这是全国连锁 全国连锁 对像杨幂还有那个什么小雪 北京的苗芳青年都有挂他们的照片 对就是一个还比较专业的机构吧 然后是专门去痘的 所以我的切身体验是真的 痘痘长得如果真的很严重 一定要先把它挤掉 然后你这样才能好 然后下一步就是去痘印 我就是当时是在英国 英国的话跟美国气候差不多 就是非常的干 而且我当时是冬天嘛 就是一出门一吹了风 那个痘印就特别的红 后来我就发现 真的就是去痘印的话 就一定是要注意补水和保湿 非常的重要 然后你争取就是 如果脸真的烂层那样子 然后你真的就千万千万不要再化妆了 我那一学期就可能一共化了两次妆 所以那一学期我一个新朋友都没有交到 可能就是太丑了 本来就长痘 然后呢还不化妆 然后就自我放弃 而且就是因为长了痘 真的很自卑 你走到路上你不敢跟人说话 你就很怕别人看着你的脸嘛 然后你就也就是来去 就上了课就走 我就当时我跟我另外一个小一怪嘛 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去交换 我们两个那学期 我不化妆他也就不化妆了 我们两个一学期 就每天就跟互相玩 一学期一个朋友都没有交 然后这是题外话 然后 然后后来我就研制出了一个怎么去痘印 就是一定要保湿和补水 然后你的产品真的 你不在于你用多贵 或者是口碑多好的那种明星产品 当时我用的就是 其实就是法国的那个雅样的药妆 你的护肤步骤非常的简单 我其实建议都不要常洗脸 因为那个时候 你的角质层会比较薄 其实每天你可能就洗一次脸 或者两天你洗一次脸 洗了脸以后 我就喷那个雅样的大的那个喷壑 然后再擦雅样的那个精华 全都是保湿的 然后你再擦那个雅样的面霜 就非常的简单 然后每天晚上你做一个雅样的那个保湿的面膜 我当时所有的产品都是就是雅样的东西 因为是它是很温和 然后它是抗过敏的 因为当时皮肤 我觉得你挤过痘以后 你的皮肤就会属于非常脆弱和敏感的一个状态 你用有一些 比如说其实你用什么lamea那些 反而可能太滋润或者太营养了 你更容易长痘痘那样子 所以当时我就全部都是用的 一套的都是雅样的 然后这是不擦的一些保养品嘛 除了护肤品还有其他的就是 一是每天做用痘 你就要让自己出汗 因为你当时就是要加强你的新陈代谢 这样你的痘印才会消得快 而特别当时我是冬天嘛 然后我就很少会流汗 如果你不自己去做运动 我就当时每天会跳一级 那个当时减肥的那个症多焰 然后那个运动量很大嘛 然后就会流汗 然后第二个是 如果在很干的地方一定要买加湿器 我当时在英国的话 我就是每天都把房间的那个加湿器开着 因为你如果水不够的话 你的皮肤就会处于极度缺水的状态 然后你的痘印就会很红 就很难去削那个红 然后第三就是我每天是坚持用那个热水泡脚 也是一个促进那个新陈代谢的一个 一个笑 就是让你谁跟你说的 真的 这是我自己的 每天的那个让你血液循环更好 像运动啊或者泡脚这些都是促进血液循环 让你的新陈代谢加快嘛 对 然后还有就是 我每天当时早上会起来喝蜂蜜水 当时我就是一直在喝的一个 新西兰的那个曼努卡的那个牌子的蜂蜜 因为它那个是说成分里面有抗菌消炎的作用 对你皮肤矿上的恢复有一定的效果 这个牌子有一点小贵 我现在像我皮肤好了我就不会再喝了 但当时我是就是为了去到拼尽了所有的权利这样子 然后我当时如果条件允许 我每天都有喝一瓶那种胶原蛋白 就是Banko的那种 然后每天 那个的作用是 也是就是 其实现在我看了关于胶原蛋白 有些就说其实我们喝的或者吃的这些东西 根本就不能吃 我查过很多 我一直想说要不要喝 但他们就说那个什么 它的那个分子结构什么 对 人吸收不了 对 就白喝 对我有看到 我也不知道有胶原蛋白 有没有真正的起到就是效果 但是就是我每天坚持喝 喝了大概三个月 然后就是每天要吃的 维生素 维生素C 维生素E和维生素B2 我当时每天都坚持吃 就那些都是对皮肤好的嘛 有美白的效果 有蛋斑的效果 去痘因的效果 对 还有就是尽量尽量的保持作息的健康 不要熬夜 这个很重要 然后其实辛辣 因为我的成都人 我根本就没有在管这个东西 然后真的大概三到四个月 我的痘因几乎就消的没有了 然后当时化妆就完全就是可以正常化妆 就跟现在的效果差不多了 我就去欧洲旅游 然后就拍了很多照片 我看到那段时间好美哦 对 如果你真的长那种很严重的痘痘 你第一就是要让它们就是消掉 把它们挤掉 挤掉以后然后就是去痘因 去痘因就是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状态 不要再化妆了 因为去痘因真的其实还是蛮需要耐心的 嗯 嗯 战斗路漫漫漫 嗯 但是加油 你看我都好了 但我前段时间又有点翻了 但前段时间翻就是可能长一点小 就长几颗那种小痘痘 但就是它我说的那个去痘霜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 立百珍珠霜 立彩 立彩珍珠霜 那个东西非常有用 但是像我那种爆发性的像被下了降头一样的长痘痘 太吓人了我觉得那个从来没有看过那种 那种只有在那种去痘广告都有看过 我那个真的就完全可以去拿来做那种成功案例 就是那种 而且当时我就觉得当时能够跟我坐在我对面一起跟我吃饭的 我真的觉得真朋友 我自己看着镜子我就可以吐出来 真的就好惨 长痘痘真的真的就是好惨 我都我懂 就是而且就走在路上 你好怕好怕碰到熟人啊 就然后别人约饭什么 你都不想出去 嗯 就那种心理感觉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按照我说的这样子 就因为真的都是我的切身体验 亲身经历 就是我是把这些东西就是分享给大家嘛 就希望能够帮助到 就是可能正在为痘痘烦恼啊的一些人 嗯 能够变美起来是最棒的 因为就真的你皮肤好了 你心情就会好了 然后你就有自信心了 你就什么样 就一切都好了 反正长痘痘的原因是你的雄性激素过旺盛 然后你的油脂分泌不平衡 就会长脂肪力 然后如果你的脂肪力发炎了 它就会变成痘痘 嗯 但是这个是痘痘形成的原因 但是呢 嗯 像我那种突然长痘痘肯定是就被吓了这样子 真的 就是被吓了酱头 绝对的 我真的 后来我和我室友就 好几次去我们那个leasing office找那个leasing office扯皮 就是就是把那个照片拿给他看 就说我们两个住在你这个房子 你闹鬼 因为很搞笑 我当时 因为我去了英国 当时我要stop lease我那个房子 我就找了一个台湾女士来看房子 他一进来 他就说我不租你这个房子 风水有问题 我那个房子 哦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字 就个人就是真的很倒霉的一个 真的 然后后来我就sub lease给了另外一个男生 然后他的女朋友住进来 那一学期满脸痘痘 就狂长痘 跟我长一模一样的那种大的痘痘 然后他就他就是也是吃了可能一个多月的抗生素 这样子 我好惨 我觉得可能现在住在里面的人又开始长了 希望你们看到我这一支视频 真的是好惨啊 然后我那个朋友 就是跟我是室友的那个女生 我让他回成都就去那个苗芳青眼挤了痘嘛 还有之前我有好几个朋友就长得痘 也没有我那么严重 但是也是就是满脸就是感觉不光滑嘛 然后去挤 后来我这次回成都看到他们脸完全都好玩了 就真的是挤了痘痘很有用 然后之后就是去痘印就是慢慢调理 然后对就像按照我说的这样子去做 我觉得没有问题的 嗯好 那我我我讲一下是挤痘的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 嗯 因为我我这上面有个疤大家都能看到 这原来是没有的 然后反正就是毁容了 没有变成脂肪力的时候 我就去用手挤了它 哦 就不知道莫名其妙就发炎了 哦你就没有挤好 嗯 对可能就是没有挤好 你去弄的时候他就说你就已经伤到真皮层了 哦 他就给我做了那个 呃有一种叫火 叫什么 火针 对对对火针 火针 就提醒大家千万不要 手劲 自己手劲去挤那种长成的痘 哦就是 哦就是你感觉它还没有长起来 千万不要去挤 还有一个不长痘痘的 你一定一定不要用脏手摸自己的脸 也千万不要让别人来摸你的脸 然后我自己如果没有洗手 绝对不会摸自己的脸 对对 对这个很重要 手上真的很多细菌 之后我们会请Erin给我们做一个就是在美国看牙医的一个 我真的是 对干货贴 因为它又做又拔牙又补牙 然后又做矫正 对要 之后要做矫正 然后也做过根管 嗯 然后对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支视频 那所有的东西我就是 比如说就要买那些产品啊 或者是我在哪里挤的痘痘这些东西我都会放在info box里面 然后然后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留言问我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支视频 好的 那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就给我们点一个赞 然后subscribe我们 或者是给毛毛留言 然后它会尽量回大家就是有任何质痘的问题 嗯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